姚明手腕上的那根红绳,劳伦斯似乎一切都明白了,在姚明心中,已经存在着一位真命天女,那就是业力,但情商超高的姚明确实分会做人。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,姚明见到劳伦斯之后,给了她一个温馨的拥抱,在成功击败日本女蓝晋级八强之后,中国女蓝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任务,毕竟,女蓝姑娘们接下来,要迎战的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澳大利亚女蓝。 说起这支队伍,不得不提球队的主力中锋坎贝奇,身高2.03米的她,在2012年奥运会上的扣篮得分震惊四座,而且她还在今年的WNBA中单场坎下55分,实属恐怖。 但今天大嘴要说的不是这个女超人,而是澳洲女蓝过往的那些奇葩事。 曾几何时,澳洲女蓝的传奇球星劳伦斯,与中国的姚明之间,有过这么一段往事。 当时这位澳洲第一暗谈美女,对中国男蓝第一人有着爱慕之情,于是,劳伦斯写了一封,充满着自己真挚感情的情书给姚明,可姚明却一直拒绝这位澳洲美女,但当她看见姚明手腕上的那根红绳,劳伦斯似乎一切都明白了。 在姚明心中,已经存在着一位真命天女,那就是业力,但情商超高的姚明确实分会做人。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,姚明见到劳伦斯之后,给了她一个温馨的拥抱,这一刻,也算是给劳伦斯一个最好的答复,谢谢你喜欢过我。 至此,劳伦斯长达七年的丹烈也告一段落,现在回想起来,倘若姚明和劳伦斯真成一对,那么他们的后代的运动能力会有多强。 当然,现在姚庆磊的身高也不差,除了劳伦斯丹烈姚明以外,澳洲女兰还有更奇葩的,那就是两位队员之间竟然结婚了。 没错,其中一个就是佩妮泰勒,曾是澳洲女兰的一员,在她过去19年职业生涯当中,可以说是十分的辉煌灿烂。 泰勒曾帮助菲尼克斯水星队赢下了三个WNBA总冠军,以及一个市井赛冠军,还有两枚奥运奖牌,可以说她也是澳洲女兰最优秀的球员之一。 球场上泰勒十分的风光,但在个人感情上,泰勒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。 泰勒曾经跟一名男子结婚,但是后来两人因个人原因而签署了离婚协议。 接着,泰勒便做出了一件震惊世人的事情,那就是她宣布出柜,并与她自己的队友结婚。 这一举动,也得到了整个体育界的支持与祝福,说到这里,是不是你也觉得澳洲女兰,是一支神奇的队伍,但不管如何,大嘴还是希望中国女兰,能够在世界杯八强赛中,不要畏惧这个强大对手,做好自己便足够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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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